卡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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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我是簡燈科 各位簡燈科 今天我做丁 是我的很簡單 之前做過許多白蘿蔔的料理 像是蘿蔔燉賣 蘿蔔糕 菸蘿蔔 等等之類 白蘿蔔啊 其實也有很多變化 尤其是用燉的更多汁 今天要教大家這一道 你們一定會很喜歡的 蘿蔔雞肉灰飯 裡面有蔬菜 又有肉又有飯 你這一餐就是吃這一碗就好 不用再煮其他的 非常方便 不要不說 人家做我們的 蘿蔔雞肉灰飯 好 喜歡什麼蘿蔔料理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來 在這邊看完之前 運動探訊分享開小鈴鐺 不然就跟安靜 想跟點子夾三點 每個吃一餐的夾三個 這個東西都要去加入 每個分享按讚加入 真的快拿著你截圖 來 首先啦 我先熱過一下 來到這裡有雞肉 跟白胡椒 跟鹽巴 要給它吸一些鹹鹹 然後啊 米酒 來 我加一湯匙就好了 來 上個抓一下 好 來 我們下油 鍋熱 我們的雞肉啊 來一條爛 雞肉我們先給它煎炒一下 好 來 我們翻一下 先都這樣 像朋友沒有 先都炒一下 然後火要大 然後煎這個雞肉 火要大 來 再來 好 炒炒料來 再加 我們的豬腳之一 白蘿蔔 來 蘿蔔要給它煎炒一下 散炒一下 來 蘿蔔稍微炒一下之後 讓你爆香料 我們的蔥 薑末 蒜頭 然後我們炒香它 爆香下去 整個香味都來了 再來 米酒 讓它香了 讓它醬油 來 我們的蠔油 讓它拌一下 這樣吧 好 再來 好 我們加水 來 再來我們上蓋 主要啊 現在就是 要讓它熟的就是在雞肉 跟我們的白蘿蔔 然後被我淘 來 現在滾了吼 好 那我們來轉小火 Hok Kong 來喔 三蓋 我們給它稍微的燉煮一下 來 哇 你看一下吼 我們燉了大概 15分鐘左右 這個蘿蔔啊 一筷子一插進去 這樣就OK了 來 再來 我們調味一下 這裡是白蘿蔔加麵包 嘿 加一百多元 來 我們稍微勾一點先 來 再來 再來 來 最後 好 等一下 擺一半 來 放下去 來 煮一碗 再剩一碗 來 我們稍微煮一下吼 大概煮30秒 來 關我 我們的 蘿蔔雞肉餵飯 完成 簡單跟試吃時間 哇 呼不及待看到這碗 蘿蔔餵飯啊 Ok 我們直接來 入味蘿蔔 清甜可口 軟嫩雞肉 拌水左右 中透湯汁 飯中串流 混合其中 健康也有 加入稱讚 廚藝好手 食用完畢 可以鮮明快活 簡安科小知識 白蘿蔔好營養 有拼命人生製作的白蘿蔔 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維生素C 以及甲等營養素 熱量低 可穩定血壓 血糖 有助於排便 瘦身 防癌